蚊子 哇!蚊子超多的 蚊子超多的 這個地方 我從來沒有來過 從來沒來過 不知道這邊有沒有浴水 就是到處走 到處看 這個探索 探索自己要 耗費時間啊 精神體力啊 像有的 初學者的時候 這個 我也不好意思說什麼啦 我只能說 要多走嘛 不要只是說 弄問的 弄問的就要問到 這個地方 比較看不到一些 像這種 崩落的這種 母岩的地層 所以要找東西 嗯... 目前看來不太樂觀 不過呢 沒走過就是 到處看看 哇! 這個沿路啊 蚊子一直盯著我 一直跟著我 我必須不斷移動 還有 好多喔 都是蚊子 都是蚊子 這個山上好像 哇! 蜘蛛網 有人會盜查 竹子 哇! 先休息一下 到這個溪流 稍微觀察 探索就是 到處觀察 到處看 像這個 有啊! 有一點跡象 這種 可以看到 玄武岩 一些玄武岩 代表這邊有這個 火山地址 然後你就可以 不斷地追蹤 難道要走這嗎? 我不要 我不想 看看就好了啦 看看就好 簡單看一下 沒有什麼玉水啦 紋石之類的 那 趕快再換地方 換地方探索 唉唷! 被我發現玉水啦 追蹤就是這樣追蹤的啦 尋找玉石 尋找 紋石啊 礦石 就是這樣追蹤的 你到對的地層 去尋找 才有機會啊 像有時候 只有 到化石層 那你到化石層 能找到的 當然就是化石喔 這是 很正常的道理 混雜的齁 很多這個 人工的廢棄物 所以這個 不方便 探索 不方便 探索 我再稍微看一下就好了 因為今天呢 我也是蠻晚出來的 蠻晚出來 所以到山裡都比較晚 這邊地層又不太對啦 地層又不對 好 好 這邊我放棄了 因為這蠻深山的 等下遇到蛇 怎麼很麻煩 然後這個路也沒有人走啦 當然可能當地的竹籠會走啦 但是 我不想走 這個地方 探索 只發現一小顆浴水 然後 發現一些 發現一些玄武岩 就這樣啦 像 有時有 說 應該說新手啦 網友啦 說 好想跟著一起去探險 探索 像今天這個旅程 就是一顆小小的浴水 然後一些玄武岩 沒有東西啊 沒有東西也不是我的錯啊 因為你 因為帶人出來嘛 那如果說 人家有什麼安全上的問題 對不對 我也不好意思啊 撿不到東西 我也不好意思啊 所以 我拍這個影片主要是介紹 介紹這個台灣這邊的 浴石啦 地址是這樣 所以 我自己一個人拍比較方便啦 那 有心 有心意要玩的朋友 請多看我的影片 因為影片其實 有時候我講很多觀念 都放在影片裡面 你出來 我講的還是那些啦 我也沒辦法講什麼新的東西 然後 尤其像現在 能撿的地方不多啦 像這個地方 沒什麼好撿的 沿路都是蚊子在盯我 好啦 那 我趕快離開這個地方 那就祝福大家 祝事順利 身體健康 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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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